九州 八州 九州 八州 九州 八州 八州 這路走起來非常的舒服啊 因為現在陽光出來又有微風吹動 非常的涼爽 沿途呢 有很多樹木 也看到很多竹子啊 像竹子的綠色隧道一樣 這走起來很舒服啊 阿伯,你體力很好喔 沒有啦,有啦 都還沒幫你問喔 你今年幾歲了? 八十三而已啦 八十三而已啦 八十三歲還很厲害 怎麼這麼健康 這樣,帶山頂空氣比較好 空氣好,水好 水也好 還要運動,還在做東西 就做農業,每天在山頂做 有在山頂空氣比較靈活 對啊,阿伯看不出來是八十三歲 你看,手腳都非常的靈活 走起來都不累,也不用登山葬什麼的 這條路走得很漂亮 我都看到有瘋子 對 這都有種什麼瘋子在這裡 這,最大的夢中族 有,比較小的力竹,跟老蛤蟆竹 我們這塊看到就有三種竹 怎麼會種夢中族以前是要做什麼 夢中族是要愛吃它的當孫 吃孫啊 吃孫啊 放蛤蟆竹種下去做圍牆,雜風營 它就是八字籃竹對不對 對 種下去生長的時間很快 嗯,很快 兩、三年它就生到漫漫 力竹順也是要吃藥的 很快 因為走過這竹籬秋道 就非常的有失意啊 但是生長很豐富 我剛剛看到有五霸溝型的 台灣最大的清潔要飛過去 它就飛過來 大隻在山頂 對 比較小隻的 大隻在山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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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大隻 五霸溝 台灣最大的清潔 對 很漂亮 飛來出去 大雨過後 意外地雨過天青 或許是竹林中的潮潤未消 引來了不少昆蟲山鳥 連台灣一百五十幾種清潔墓中 體型最巨無霸的無霸溝亭 都現身了 曹阿伯早已看慣四季 按時出沒的禽鳥飛蟲 隨手就能指出一些 特意的昆蟲植物 忙得不亦樂乎的麥哥 實在來不及筆迹 阿伯卻又有了好貼心的建議 來喔 來吃好吃的 好 曹阿伯種的玉米 對 很弱的玉米 白芝拉玉米 什麼 白芝拉玉米 白芝拉是什麼 白芝拉 白芝拉 白芝拉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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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米 對 這是我們剛剛在田裡面獻摘 對 撒撒 這樣吃得很好吃喔 很好吃 因為這間玉米 有那個營養分子很高 它這個玉米很慢 這個營養分子都沒有消失 我們來吃營養分子很好 這樣喔 好 我們大家來吃 走苦到走了一段了 肚子餓了應該要補充一下能量 好 大家來吃 白糯米玉米 這白色的 剝開 漂亮喔 我們這個山頂 這百分之百 沒農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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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你種這個玉米 我自己的肚子餓吃很多 這樣喔 這樣我都沒有 十歲沒農藥 在那裡存在 好 在那邊掛補充 掛補充 好吃的玉米 你看 白白嫩嫩的 好 那等一下吃一下 看看是什麼樣的感覺 對 是什麼這個糯法 這樣吃喔 對 好吃 好吃 有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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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實際上你們剛才嘗試喔 對 夏天 只有夏天才有 對 竹子湖是台灣農業發展上 很重要的一個地方 對 對 在台灣像什麼比較清 那個 鳳梨米 鳳梨米 鳳梨米是好 鳳梨米是好 好 阿伯你 種這個玉米玉米還有種什麼 目前 菜很好 玉米 鳳梨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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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還可以再來好幾次 這間餐廳來吃你的鳳梨米 好幾次來吃你的鳳梨米 好幾次來吃你的鳳梨米 鳳梨米 好嗎 好 那你自己有沒有種很多蔬菜 我種不多 你種比較多 那你種什麼比較多 花花花 種什麼 繡球花 跟海芋 還有茶花 你也種繡球花海芋 對 海芋季的時候 就來看你的海芋 歡迎 鳳梨米 聽說你也吃得好多 你吃得好多 你吃得好多多 你吃得好多多 會不會種菜 那就會不會煮菜 這樣嗎 對啊 那有一段 要來這裡搬菜 要麻煩你說 煮菜來吃 那會簡單 簡單喔 對 這阿伯真的很厲害 平衡好 那樣精采 雖然距離久久重陽 登高吃高 還有一段時日 但這位一日節氣過日子 極富生活智慧的勤勞 對生長土地的文化記憶和情感 卻讓我被相當悍言 於是在秋天來臨時 感情豐富的麥哥 想起了竹子湖圓種田裡許下的承諾 尤其近來 尤其近來對軌道極有興趣的他 更不願錯過這場 蓬萊米的收穫季 太棒了 大家的努力 終於有了結果 可以看到這些稻子已經成熟了 整個稻碎都垂下來了 顏色也從綠色轉為金黃色的 之前有幾個颱風經過北台灣 受創還蠻嚴重的 那看這些稻子有一些倒幅了 不過這樣看起來還蠻好的 所以今天終於要來收成了 那就會想到唐朝詩人裡生的一首詩 除河日當午 漢低河下土 誰知盤終孫 歷歷皆辛苦 所以我們要知福祈福 那如果各位有去過一些寺院之災 會有一些災堂 我們可以看到上面寫的五官堂 這就是釋迦牟尼佛在教界這些弟子們 就是我們要吃飯前要食存五官 食存五官裡面第一條的話 就是祭公多少量比來醋 意思也是一樣 就是說我們要吃這一頓飯 要思考到是很多人共同努力 我們才能吃到這一餐飯的 所以我們去爬山 向導他們要吃飯前就會禱告 祷告也是一種感恩 所以我們都要飲水吃緣 吃粿子要拜祝 你看這些農民忙到三顆冬 是非常辛苦的 我們所以要感恩 所以我們現在能夠過得這麼幸福 那麼方便的日子 可以吃到這麼好吃的飯 那現在人員已經開始集結了 剛剛可以看到理事長 他們帶來傳統的農具 看到那個打鼓雞非常的古老 那之前看到打鼓雞工作 如果是在石門水梯田 也是用這種古老的打鼓雞 自己收割 然後自己打鼓 自己種的米 自己收割自己吃 更有感覺 那一樣在稻米收割之前呢 還是要一個敬天地的儀式 感謝天地 讓我們吃到這麼好吃的稻米 祭拜活動就要開始了 今天已經有到的10千 這次我們就收割了 感謝我們的精神 讓我們今年五分地的布 這個稻埔會讓豐收 謝謝 魚市長辛苦了 我也要恭喜你們 稻子終於成熟了 是 因為之前天氣不好 又歷經颱風 就看還是有結石雷雷 你可以看得到 我們現在這個稻水都很飽滿 有點大水 那時候下大雨的時候 很多地方都淹水 竹子湖這邊還好嗎 是還好 但是還有一些 因為雨水太多 所以有一點點倒湖 那這樣對收割有沒有什麼影響 當然在割的時候 要抓的時候不好抓 最重要一個原因是 如果倒湖貼到水 那湖種就發揚 不過今天看到結石雷雷還是覺得很高興 因為那個時候來看到稻水都還是青綠色的 那這次來已經都是金黃色的 這真的非常自然 因為我們從上面往下看 就不像我們一般看的稻田這麼整齊畫一 它感覺就是跟草混在一起的 所以是用很自然的方法讓它長起來的 對 所以它這樣子也是可以長得很好 如果要依自然農法去種的話 當然前幾年除了說這個肥料的養分是必要的 那你在圖裡面累積到一個相當程度有機值 後面可能兩年三年再補一次 對 今天是非常歡喜的一天 因為大家要收割工作的成果了 那看小費都已經到稻田裡面了 他們有實際來插秧 自己插秧自己收割 那是非常有意義 我們趕快加入個收割的工作